对于这个阴京的长度跟硬度 女性在乎哪一个 有一天我就问我的同事 我说那你在乎哪一个 她说一定要这两个选一个吗 我说对啊 你跟我的答案是一样的 其实女性朋友不在乎硬度跟长度 在乎的是温度 对 所以很多男性他以为只要性上做得好 他的女人就会跟着来 其实不是的 因为一个男人如果没有办法表现 他在于感情上面的付出跟真心 你光靠阴京的这个蛮力 其实是锁不住一个女性的 像我们在实力上 就是在临床上也看到很多的这个男女朋友 然后为了这个阴京不够长 或者阴京不够硬来求治 那后来这个男性呢 他会有一种自尊上的变化 他觉得说只要是他的这个性能力不好 表示他的能力就不好 其实那是两回事 但是呢 我们一般还是会认为 阴京呢就代表男性的自尊跟尊严 那我们要把他弄好我的自尊就好 那相对于女性而言呢 他们会更希望他们的男人 是透过了性生活的谋合 而让两性关系更好 而不是靠阴京来让两性关系更好